開工順利 開工動土祈福順利圓滿 台北市長蔣萬安 帶領在地人士校方 一同駐到溫山區 例行國校活動中心 興建工程平安 作為學校未來校園 全方位發展 再上一層樓的空間 我想大家等待這一刻 等待了很久 我想黃校長 這一個感觸很深 因為我們畢竟國小 一直缺乏室內的幣動場館 所以基本上 很多不管是需要同學們集會 包括或是游泳課等等 往往都必須要到校外租借場地 甚至在操場搭起籠子 所以其實非常的辛苦 甚至可以說非常課難 非常不方便 所以才會積極的規劃 希望能夠興建一座室內的活動中心 未來游泳池 有幼稚園的教室 還有學生活動的平台向外擴寬等等 其實都對例行國小有非常非常大的需求 能夠滿足 那當然這過程我們非常感謝 包括校長包括校長包括議會議員們的支持 當然還有我們師父同仁大家非常辛苦 因為這個案子其實為什麼會一路走來這麼不容易 因為歷經很多次的招標流標 那當中當然碰到很多客觀環境 原物料上漲缺工等各種狀況 所以我們也追加了兩次遇上 那後來真的非常感謝 包括我們今天韓總裁 陳董事長 主機長大力的協助 終於在去年11月決標 那也謝謝我們郭建築師的規劃 所以未來我們讓例行國小 它本身得天獨厚的優勢 臨近吉美西 貓空 然後附近又有政大師兄大學 還有我們仕途的例行分館 所以可以說是人文會稅 人文資源豐富的場域 所以我們未來結合 把整個綠環境的元素 能夠融入到校園裡面 配合我們活動中心不管是建材 符合生態 永續 節能 環保 剛剛我們副處長也有解說 我們很希望未來讓孩子 能夠有充足室內的活動空間 能夠使用 不要讓孩子或是老師們 在這麼辛苦的四處逐漸場地 或是搭起鴻架 所以可以預期未來兩年半之後 在115年9月能夠完工啟用 那時間很快 我們也要期許我們所有的施工團隊 建造廠商能夠如期如時的完成 屆時很快 我相信我們又可以集聚一堂 來接幕 來迎來我們活動中心的開幕啟用 所以我要再次的謝謝每一位參與的夥伴 也要特別謝謝議會 因為我們在幾次最佳預算 也感謝議會的支持 建議員 王議員 我們在地的很多民意代表 大家共同努力 終於迎來今天動土的典禮 那再次也謝謝里長們 協助我們地方的溝通跟協調 那未來施工的過程我相信 勢必會多少影響到周邊住戶 但是我們希望將相關的影響 降到最低 也很請我們里長們協助和里民的溝通 我們束縛團隊會來協助 我們都是一個團隊 希望照顧到所有的聖民朋友 那再次的感謝大家今天的出席 那我們相約兩年半後115年9月 能夠迎來令人期待的 立新國小活動中心 新的活動中心空間規劃配置 包含活動中心 球場 游泳池 活動平台 幼兒園 教室及停車空間 藉由活動空間的多元性與多樣性 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環境 滿足未來學校使用需求 38年來我們一直缺乏室內的職位 跟游泳的場所 所以不管是游泳客或下雨天的時候 學校都要到外面住的場地 造成教學上的困擾 所以學校極力的爭取 本活動中心的興建 來解決這項的問題 那本工程基地是在 沐昕路三段155向7號 整個基地面積大概2750坪左右 那我們工程團隊是由立行國小 委託我們工務局興建工程處來代辦 那我們施工廠上是從委營造 跟大家企業聯合成來 那我們的工程規模是 第上五層、第下一層的 當金土地圖跟RCS、SCC、SS的建築物 那整個企業進行是 七億六千七百七十一萬多元 那預計在3月15號開工 我們預計在115年的 9月22號可以完工 那整個空間規劃部分 我們開花深度是5.8公尺 建築高度高達27.05公尺 那整個空間設計的部分 地下室的是停車場 一樓部分是辦公室底圖書室 二樓是活動平台圖書室 三樓是游泳池 四樓是活動中心 五樓是空中跑道 那我們整個設計理念的部分 我們把學生的大平台 跟荷安操場 跟綠色的環境融入一體 達到一個友善的學習空間 那我們設計所謀部分 我們在綠建築的部分 我們也融入了所謂的生態設計 監燈設計 碳排放 也監燈設計 整個打造了一個綠建築的 一個智慧目標 那我們整個工程效應 我們預計完工之後 可以組織到學校所 我希望滿足學生 室內集會運動擁有的需求 可以增加學生多元交流的場域 這項工程在3月中旬開始施工 封期920天 期許未來工程完工後 能實現學校教育願景 打造北市教育新亮點 並促進社區發展特色 記者汪君台北報導 我們一起看一下您正中心點的攝影機頭